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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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開始進入其實親屬的 就是課程十二個禮拜 每一個分支親屬經濟 宗教政治我都放了三個禮拜 那我們進入親屬的第一個禮拜 其實親屬的研究是人類學的一個基礎 所以親屬研究的理論非常非常的多 你們如果看我第二個禮拜PPT後面 我大概就是放了一些親屬的研究的一些理論發展 可是因為我們三堂課的時間 不可能真的這樣談下來 所以我談了最開始的親屬研究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民族誌 然後我接下來兩個禮拜會進入比較當代的研究 那中間有一些可能來不及 就是我沒有辦法一一介紹人類學的親屬發展 可能就請你們去參考PPT 那我今天為什麼要談這一個民族誌呢 我今天要談的民族誌是Nur 其實在我們的必讀文本裡頭 有談到這一個民族誌 這就是人類學經典的民族誌 雖然它是在1940年代出版的 可是到現在的影響力都還非常大 它其實是一套結構功能論的一個分析方式 可是結構功能論有很多的問題 我等一下到最後會讓你們 就是我會大概回顧結構功能論可能的問題 可是即使到現在它都沒有被推翻 為什麼呢 因為它建立了一套非常基本的社會秩序 如何可能的一套分析架構 而且它讓非洲這個地區的民族誌 就是人類學非常重視區域民族誌 就是你透過一個民族誌 要了解一個區域的性質 這一個研究也是非洲這個區域研究的 一個非常代表性的著作 那雖然結構功能論其實它有很多的問題 有人聽過結構功能論嗎 好 那我等一下慢慢介紹 那結構功能論雖然有很多的問題 可是後來人類學的發展 並不是完全推翻結構功能論 反而是在這一個結構的基礎之下 加入各種不同的觀點 包括象徵的觀點 實踐的觀點 或者是歷史的脈絡 就是人類學的研究大概是一個這樣子 不斷的累積的過程 就這個民族誌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架構 可是它也有一些問題 那人類學會透過象徵的觀點 去談當地人的觀念 會透過實踐的觀點 去談人改變結構的可能性 也會透過歷史的脈絡去談這些結構 如何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之下 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變形 這大概就是一個人類學的思考方式 所以我還是要先從最基本的一個 經典民族誌開始講起 OK嗎 這個民族誌它有趣的地方是 它其實是在一個殖民脈絡之下發展 就是英國在統治當地 在殖民當地的時候 它想要了解當地的社會秩序 就是如何治理的問題 那人類學在這裡的角色其實非常的尷尬 一方面要告訴 要了解當地的社會秩序 然後告訴殖民政府其實要如何治理 那其實這有兩個角色 一個是當然就是 就是人類學不斷在反思的 是不是人類學一開始因為扮演了 跟殖民政府一些合作的角色 所以人類學其實一直有很強的原罪 不斷在反思自己 可是另外一點非常重要的是 其實也因為人類學者扮演中介的角色 所以讓殖民政府不是隨意的 用一套西方的治理方式來治理當地 所以也某種程度的保持了當地的主體性 就人類學者一直到現在 都還在扮演這樣的角色 就是各種不同文化溝通的橋樑 那雖然在當時其實不可避免 就是殖民政府資助了人類學的研究 可是人類學者其實也 可以幫當地人發聲 告訴殖民政府 你不要隨意用一套西方的治理方式 還是要去尊重當地的獨立自主性 所以人類學大概就有這樣的兩面的角色 其實當殖民進入的時候 就是英國殖民的時候想要了解當地如何治理 所以就有這一個非常重視社會秩序 如何可能的民族發展出來 它的田野地點大概在這個地方 其實蘇丹這一個地方 後來你知道南部成立的南蘇丹共和國 那我要先談的是 其實當地的就是讓你們知道說 這一個民族制還有當代的脈絡 我先介紹一些當代的脈絡 然後讓你們知道說 其實雖然民族制是1940年代 然後到了當代 其實我們不斷要告訴同學說 其實這一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放回歷史的脈絡 其實他受到各式各樣的殖民資本主義的影響 其實這個地方的情勢越來越複雜 那人類學家就會去反思說到現在 我們這一些很經典 就是人類學者透過長期田野工作 然後留下來的這一些好像對於 過去的社會文化脈絡的一些討論 到當代可以具有什麼意義 就是一方面我們還是會回到 就是我等一下會開始去談那個社會 就是整個40年代的時候對於當地的了解 可是另外一方面很重要是我要讓你們知道 這個地方它在當代是一個如何複雜的地方 然後我們去思考 那人類學的民族制到底在當代有什麼樣的意義 這個也是可以等一下第三節的時候一起討論 所以我今天簡單介紹蘇丹的發展 你們應該沒有人去過 這個地方曾經被評為好像是當代 非常危險的地方之一 那為什麼危險呢 其實它也有它整個被殖民 還有當代資本主義進入的脈絡 它在19世紀末到1956年被英國殖民 然後在1956年蘇丹共和國獨立 可是你知道這一些民族國家獨立的時候 其實常常國家的邊界是 殖民政府非常武斷的畫出來了一個國家的邊界 所以蘇丹共和國成立的時候 它內部就有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生活方式 掩埋下了之後動亂的根源 蘇丹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它包括了北部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 然後南部信仰傳統宗教的當地的非洲人 然後這一些宗教跟族群甚至生活方式的差異都導致不斷的蘇丹內戰 然後更嚴重的是後來又有各國的資本的介入 所以讓當地的情勢變得非常的複雜 所以其實這個整個脈絡比較詳細的脈絡 我有放在這個PPT的最後面 那我這裡就簡單讓你們看一下說 當地其實怎麼樣在資本主義跟當代各種 就是當代各種殖民國家 或者我們講就是當代殖民 跟資本主義的力量介入 讓當地的情勢變得非常複雜 他在獨立的時候其實就是這個國家的邊界 其實是非常武斷的被畫出來 所以他裡頭有各種不同的宗教族群 跟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所以導致的第一次的蘇丹內戰 17年間有50萬人死亡 那這裡當然就是我剛剛所談的 其實內部裡頭因為殖民會跟當地的 各種不同宗教族群的人結合 然後去爭取資源 有很多資源競爭的過程 可是在1972年 就是第一次蘇丹內戰之後 就是在1972年結束 這個時候是1972年簽了一個和平協議 這個和平協議是保障南蘇丹人 不要受伊斯蘭法的規範 因為你知道蘇丹獨立的時候 其實是主要是信仰伊斯蘭教的人 其實掌有權利 所以他想要用伊斯蘭教去統治所有的 整個蘇丹 可是南蘇丹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談的 其實他們有很不一樣的親屬觀念 不同的親屬制度跟宗教信仰 所以在伊斯蘭教的一個治理之下 他們有很多的反彈 所以在1972年的第一次和平協議裡頭是 就是同意南蘇丹作為一個自治區 他可以不受伊斯蘭教伊斯蘭法的規範 可是這樣的協議在1978年面臨危機 是因為南蘇丹發現的石油 這時候國家就想要開始去佔有這個資源 又開始要實行宗教法 所以導致了第二次的蘇丹內戰 在1983到2005年 其實整個蘇丹內戰大概有200萬的人死亡 那我後面的下面的這一個就是一個備註 其實要讓你們知道 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因為美國跟中國 有各種不同的資本的介入 所以他們對於第二次的蘇丹內戰 有不一樣的反應方式 由早期剛開始蘇丹內戰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美國在那裡投入了大量的資金 要開發石油 所以他們對於蘇丹內戰其實沒有任何的 發言沒有任何的反對 就是沒有想要去制裁蘇丹政府 可是當美國的 美國因為那個開採石油 其實要面對很多的 也面對很多的困境 後來美國的資本退出 然後中國的資本進入之後 美國才對於第二次的蘇丹內戰 發言要制裁蘇丹 其實我只要讓你們知道說 你們看國際局勢的時候 就不要很單純的看到哪一個國家 是所謂爭議的化身 其實他們這裡頭會有很多利益的糾葛 然後在後來就是 中國進入之後 美國就開始要制裁蘇丹 可是後來因為美國又要跟蘇丹聯合 去共同的去抵抗賓拉登 就是那時候反恐戰爭的時候 所以後來美國又取消了對蘇丹的制裁 就這個國家其實是在這一些 很複雜的國際局勢裡頭 想辦法找到自己生存的方式 然後在2011年南蘇丹公投獨立之後 就好像你們以為就沒有問題了 可是沒有 就南蘇丹裡頭主要的兩個很大的族群 就是努爾仁跟丁卡仁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介紹的努爾仁跟丁卡仁 他們也因為各種外來資本的介入而造成了很多的 不斷的內戰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在電視上面看到 都還會特別注意 其實電視上都還會報導努爾跟丁卡仁的內戰 那我們等一下民族制其實是要看說 其實努爾仁跟丁卡仁雖然 他們好像被劃分為不同的族群 可是在過去 其實他們這兩個族群的人是可以透過收養的方式 就努爾仁很喜歡收養丁卡仁 丁卡仁就透過收養 進入努爾的社會結構中 可以成為努爾仁 其實跨越族群的那個可能性是有的 就在過去其實我們看到所有的 大概包括台灣原住民 其實族群之間的那個劃分 從來就不是那麼本質性的透過邪人來劃分 他可以透過很多社會互動的過程 而成為該族群的人 尤其台灣你們像台灣這麼小 就是我說這一個就是族群之間的一個 就是並沒有本質性的區分 然後可以透過很多社會互動的過程 其實可以跨越我們當代所認為的 本質性的族群的劃分 其實在台灣的原住民社會也經常可以看到 就我自己在做台灣原住民的體驗 台灣就這麼小 然後我們的族群的互動這麼的豐富 然後文化不斷的在創造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當代最重要 就是可以面對這一些 好像因為很本質化的族群問題而造成的衝突 接下來你們知道現在其實後來 在第二次蘇丹內戰 後南蘇丹獨立之後又有一個很重要的衝突 是2003到2010的西部達佛的衝突 達佛這個地區很特別是 其實他們都是信仰伊斯蘭教的 可是他們還是有不同的種族 然後不同的生態方式 然後因為整個生態的變遷 因為乾旱造成資源的競爭 所以讓達佛的衝突就一直持續的非常久 還有一直要強調是各國資本的介入 會跟當地不同的族群 甚至不同的勢力結合 甚至輸入武器 所以讓很多的衝突就都造成動不動就是數十萬數百萬的人的死亡 那我讓你們看到了下面那個quart的地方都是讓你們知道 其實這一些你們看到的一些當代的紛爭背後有怎麼樣的一個國際勢力的角力 譬如說在達佛衝突的時候 中國基於保護他們石油的利益反對聯合國的制裁 因為中國一直反對聯合國對於蘇丹 其實那個達佛衝突就是一個非常 就是很多的這幾個衝突其實都造成一些族群 甚至就是一種族群非常非常大的危機 可是在這個面臨族群危機的時候 甚至有族群滅絕的危機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時候很多的國家因為基於他的經濟的考量 他是拒絕制裁施暴者 所以在這樣的脈絡之下 2008 年因為中國要辦奧運 然後當時的Steven Spielberg 就持續奧運的藝術總監來表達抗議 那後來因為很多的動作 其實後來也有一些影響力 大概就是讓你們知道說 其實我們今天要談的是一個1940年代的民族誌 然後我們要談一套結構的原則 可是當代的當地社會現在面對的是 這麼非常複雜的殖民脈絡造成的影響 還有各國資本的經歷 你們知道蘇丹現在就是中國資本大舉進入的地方 就是蘇丹的手機使用率非常高 我在那個就是PPT的後面 我大概有稍微再詳細一點敘述說 這一些外來資本的進入 他們通常是借就是貸款給當地的政府 然後從事各種基礎的建設 可是當地如果還不出債的時候 很多的國家的資源就變成外來資本家 或外來的國家 所以其實埋下了第三世界發展的一些很根本的困境 就是我先講到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其實我讓你們知道就是說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其實我們人類學家絕對沒有熱觀到覺得說 我們人類學的研究其實到當代都還是 就是不變的 就是我們其實我接下來要談這個民族制 我們也很清楚說我們接下來要談的社會結構 其實在當代情境之下其實已經產生很多的改變 可是為什麼我們還要談民族制 你們知道嗎 就是人類學家一些小小的夢想 就是我們透過這麼長期的田野工作 然後我們找到一些過去社會文化運作的方式 包括像丁卡跟努爾從來就不是那種對立的 雖然他們常常在打仗 可是說過去的打仗跟現在的打仗 當然完全規模不一樣 可是起碼其實這一些族群之間 他們有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可以共同的在一個土地上面一起合作 就是他們其實可以跨越那個本質化的族群區分 而重新去界定我跟他的一個邊界 就是那個我的邊界其實是具有彈性的 只要外人可以進入我的社會結構 然後透過各種方式成為我社會結構中一個成員 那人類學家希望透過這一些民族制 可以就是建立一個平台就是我們 其實人類學跟當地人甚至跟更多的NGO有心人 可以建立一個平台去共同面對 那在當代情況之下有沒有可能文化可以重新被論述 文化的重要性可以重新被 就是在當代的情境中被強調 然後可以提供在面對這麼複雜的情境之下 有一些的可能性出現 這大概人類學家非常小的夢想 可是就是很多人在努力 第一個讓你們知道說 其實這個地方的當代的情境是非常複雜 然後第二個就是要開始進入我們這個田野 到這裡OK嗎 我剛剛有談說的NGO是一個人類學非常經典的民族制 然後他在當時當然是要問 他要問的問題是社會秩序如何可能 然後後來這個民族制的發展也讓我們看到 其實非洲大部分的地方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在建構社會秩序 就是人類學強調的區域研究的重要性 這個作者Evans Preacher 他是在1930年代做田野 然後這本書在1940年出版 盧爾這個地方有大概20萬人 居住在蘇丹南部大概3萬平方米 Evans Preacher 這個人非常有趣 他有另外一本很經典的著作 我們會在宗教的第一個禮拜談 他宗教的Evans Preacher 他寫的另外一個族群叫Azenda 就有完全不一樣的去了解的方式 他那一個Azenda的文化 他是透過巫術來了解 然後去談巫術其實是有一套理性 就是我們要理解當地人 就不要把他們想成奇風藝術 而是要進入他們那一套邏輯的推理方式 所以Evans Preacher 這個作者 他有兩本風格非常不一樣的經典著作 一本就是今天談的 然後一本就是宗教第一個禮拜要談的 就是要談巫術神與魔法 就是當地人思維的合理性 就是我要談的是說 其實不同的文化 真的適合從不同的角度來切入了解 這一本書它的重點在於描述社會結構的原則 他非常有趣的地方是 他要告訴我們的是一套 透過親屬關係運作的社會結構 透過親屬關係建立的社會秩序 可是他這一個社會結構社會秩序 他其實到第五章才開始談 他前面一二三四 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從各種不同的角度 告訴我們社會結構的重要性 就第一章就是除了Introduction之外 他第一章第二章是要談他們的生態環境 談當地人非常重視的牛 然後接下來告訴我們說 你要了解他們的生態環境 了解他們的牛 必須要透過社會結構來理解 我們到現在都還不懂 為什麼要了解牛要透過社會結構來理解 他就這樣一步一步 帶領你進入社會結構的重要性 然後第三第四章他要談時間跟空間 因為第三章談時間 第三章談時間跟空間 他也告訴我們說要了解時間跟空間 必須要透過社會結構來了解 然後接下來第五章談政治 他更進一步告訴我們 你要了解當地人的法律 當地人的 就是他們怎麼樣去處理衝突 也必須要透過社會結構來理解 他就掉了大家很久的胃口之後 他到了第五章才開始談社會結構是什麼 所以他的寫作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其實他一開始是蠻吸引人 到目前為止我們都還是覺得 這個真的就是經典民族誌 然後我們也很期待我們就可以寫出一本 這麼好的民族誌 雖然還要再加入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我剛剛講說他第一章第二章是 基本上的介紹說當地的生技經濟 生產工具很簡單 然後他們是以油木跟農耕為主 而且很重要的是 他們用牛來表達社會價值 怎麼說呢 他們對於牛是非常非常的珍愛 就是他們會以他們最喜歡的牛的名字 來為自己命名 我們來看他們牛的區分 他們可以按照牛的花色 有這麼多不一樣的名稱 那其實牛是可以表達那一個 飼養者的一個社會認同 就是他最喜歡的牛的一些個性 也常常成為這個 就是他的主人的一個個性的延伸 就是他們是以牛來表達自我認同 其實跟我們當代的寵物很像 可是他們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他們的牛是拿來做各種交換賠償 還有跟各種神靈建立關係的一個媒介 所以他們在婚姻過程中 他們一定會要去談說 我們可能從提親訂婚結婚開始 要交換多少頭牛 就是牛是各種交換過程中 非常重要的物質 不只是婚姻的過程 還有各種賠償的過程 譬如說如果有衝突 甚至如果有人死亡的時候 他們也是用牛來作為賠償 所以牛其實是一個社會關係的 所以你只要了解牛的歷史 你只要了解這一個人他所養的牛的歷史 你大概就了解這個人的社會關係 不僅如此 牛是他們去濟世的一個很重要的物質 他們甚至不同的牛會濟世不同的神靈 所以你了解牛之後 也了解他們的一個 就是這一個人他本身的濟世的對象 然後他的宇宙觀 這個其實非常有趣的是 雖然牛並不是 Ibensprecha要談的重點 可是因為人類學的民族誌 是這麼細膩的記錄了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 所以到了當代 當人類學開始強調物質文化的重要性的時候 他的民族誌會被重新再拿過來 就是被重讀然後賦予不同的意義 就是從物質文化的角度 重新來看這個民族誌 這當然是人類學民族誌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做了這麼多的很細膩的描述 然後在不同的時代其實因為有不同的事業 像我們當代是一個物質文化的時代 我們又重新看物質文化 看物跟人之間的關係 然後看物質文化是不是能夠代表 就是透過物如何建構一套社會記憶 就是物質文化當代的各個面向 其實我們也會從這個經濟 因為當代有不同的發展 所以我們會重新去解讀這些經典的民族誌 就他第一張第二張非常的可愛 其實我們如果慢慢的再唸更多的民族誌 你們大家就會知道其實所謂前資本主義的 這一些當地人 其實過去人類學一直用native 可是我們不喜歡用土著 所以有時候那個要怎麼稱呼 有時候就是我們可能會用原住民 或者是當地人來稱呼 我們如果接下來民族誌 你們其實還會進一步看到 其實當地人的一些區分 或對事物的認知是非常非常的細膩 絕對不像西方人所認為的 他們就是好像在演化的一個 比較早期的發展階段 其實他們的整個思考方式是可以非常細膩的 包括我們到 我就不一一講 我們後面會有很多民族誌都會呈現當地人的 就是對於譬如說台灣原住民 可能對於小米的認識有十幾種 然後譬如說 美洲的印第安人他們對於玉米 對於豆子的認識也非常非常的豐富 然後譬如說台灣的原住民 我自己在做的甜言 他們一個與會可以有非常豐富的意涵 然後在不同情境之下會強調不同的意涵 好我這裡就是要讓你們知道說 其實當地人的思考是細膩 那到了第三章 其實EP也是要透過時間 就是也是一步一步的介紹 他講當地人的時間觀跟空間觀 然後一步一步帶領我們進入社會結構的重要性 他說當地人有兩種時間 一個是生態時間 一個是結構時間 生態時間是透過社會活動加以概念化 就是譬如說他們基本上有雨季跟乾季 雨季是在五到十月的時候 乾季是在十一到四月的時候 那在雨季就是尼羅河河水氾濫 所以他們必須要到內陸的高地生活 然後在內陸的高地他們會以農耕為主 然後會行村落的生活 可是當開始進入漢季的時候 他們就必須要到河邊 過著河邊營地的生活 然後在河邊的營地 主要的生活方式是雨季採集跟收斂 其實在營地裡頭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他們在內陸高地的村落生活 是以世系群來建立社會結構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談 然後即使到河邊營地 他們的社會結構會有一點改變 包括可能在營地裡頭 可以有各種不同世系群 不同村落人進入 可是那一個就是社會結構 是一個非常潛在的一個結構原則 他也可以在這種兩種不同脈絡之下 而具有一些不同的彈性 就在營地的時候 其實那個社會結構原則 那個世系就是這一群一起生活 在河邊營地生活的人 可能就可以包括不同世系群 不同村落的人 他其實是可以有一些彈性 那講完生態時間 他要告訴我們的是 除了了解生態時間之外 其實生態時間很重要的是 他去談說其實當地人都 當地人對於這種什麼時候是雨季 什麼時候是乾季的界定方式 是以他們那個時候 是在內陸高地或河邊營地生活 來界定雨季或乾季 他們並不是一套 像我們講說五月到十月就是雨季 然後十一月到十月就是乾季 因為他們過去並沒有這樣一套陽力的概念 他們反而是透過他們當時的社會生活 來界定這個時候是雨季或乾季 那除了生態時間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叫結構時間 就是他要帶領我們進入社會結構的重要性 他說有結構時間結構空間 所謂的結構時間是 他們在計算時間的時候是以 譬如說他是三代之前的祖先 五代之前的祖先或某一個祖先的名字 來記憶當時的世界 就是他們因為 並沒有一套很客觀化的時間 譬如說我們現在的西元紀念 他們是以 好就是你們到目前為止 可能因為都還不了解社會結構 所以聽起來有點困難 可是等一下要談的社會結構 就是他是透過那個世代所建立的一套結構 他們對於事件的記憶是要放回那個世代的脈絡 就是這個事件是發生在 譬如說哪一個代或是哪一個祖先的時候 這是他所談的結構時間 他不是用一套客觀的紀念的方式來記憶事件 而是透過一套這一個事件發生在結構中的哪個位置來做記憶 這個是結構時間 除了結構時間還有一套結構空間 結構空間是社會結構中團體之間的距離 包括政治距離、世系群距離跟年齡組距離 就是他要談的是其實所謂的空間 也不是我們現在用度量衡的方式客觀測量的 而是看團體之間的關係來界定那個距離是多遠 譬如說就政治距離而言 假設有ABC三個團體 ABC三個村落 假設A跟B的關係很好 可是他們距離很遠 A跟C的關係很差 可是他們距離很近 就結構空間而言 他們認為A跟B的距離是近的 雖然就客觀的距離而言是遠的 可是他們的關係是好的 所以所謂的結構空間是透過彼此關係的親屬遠近來界定的 然後世系群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談的 他們還有年齡組 他基本上要談的是 時空觀念並不是客觀度量 而是根據結構上的關係 因為社會關係而異 他還是要強調社會結構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他要談一套政治系統 因為他接下來第四章第五章就要談 當地的社會結構是政治跟親屬結合在一起 運作了一套結構 政治系統基本上是有一套分裂跟整合的原則 其實透過親屬才能夠了解什麼叫分裂跟整合 這是他第五章要談的一套親屬結構 所謂的親屬結構就是每一個分支之間 在某一個層面是區分 在另外一個層面是整合 譬如說L跟M 他們其實平常 就是這兩個村落可能平常有很多的衝突 可是當他們跟一個更遠的村落H 做抗爭的時候L跟M就會結合在一起 這是他認為政治系統裡頭最重要的原則 就是同時又具有分裂跟整合的特色 他說分裂跟整合其實是這一個分 他講分裂跟整合的原則 他叫做分支結構 就是我們講的segmentary structure 等一下到第五章就會講得更具體 在政治上面最重要的是一套分支結構 就是同時具有兩個團體之間同時具有分裂跟整合的關係 而且當地人的社會價值其實是強調競爭跟對抗 所以他們常會因為很多的小事就發生衝突 譬如說你的牛到我這邊來吃草 或者是如果我的牛生病我到底要去怪誰 或者是如果有任何牛因為有任何的損傷 大家就會開始去找說到底誰應該要負責 其實他們的整個文化是鼓勵 其實是鼓勵那個競爭跟對抗的 可是為什麼他們沒有量成大規模的衝突 是因為有一個豹皮酋長扮演仲裁的角色 這個豹皮酋長他其實是一個外來人 他就身上披著一個豹皮 他會舉行某種儀式 所以是一個儀式的代言人或者是神明的代言人 可是重要的是他處理衝突的時候 其實這個豹皮酋長他並沒有絕對的一個制裁的權威 可是他怎麼樣處理衝突呢 他是必須要了解任何衝突的發生 他必須要了解衝突的雙方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 然後任何衝突的賠償跟處理都會因為 這兩個衝突雙方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 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就是我如果我們兩個人是在社會結構中 屬於很近的關係 那我們多大的衝突都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來處理 可是如果我們兩個人在社會結構中 是屬於很遠的關係 那可能很小的衝突都會變成很大的一個爭端 所以他說其實法律是相對的 是成員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而定 所以他這個其實讓英國殖民政府可以尊重當地人 任何的衝突的處理 其實可以尊重衝突雙方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 而有各種不同處理的方式 他這是一個那個時候在跟西方的殖民政府對話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要如何尊重當地人的一個觀點 所以他基本上談說在一個沒有現代國家跟法律的社群中 必須要透過親屬來了解社會秩序如何維持 他這裡談政治 可是他其實已經開始進入親屬 因為他剛剛所談的那一個分支結構 其實是透過親屬的原則在結構出來的 可是他就是到最後才要談親屬 政治的時候他已經在談親屬建立的一套社會結構 所有政治的衝突都必須放回這一套社會結構中 然後必須要看衝突雙方在結構中的位置 來找尋處理衝突的方式 那這裡基本上談說政治跟親屬是不同的系統 可是某種程度一致 就是他等一下要發揮的 其實政治處理的是土地的問題 資源的分配 權利的關係 甚至各種衝突或者是戰爭時候的一個協調 或者是衝突的處理 可是親屬其實是以系譜 在他這裡談的親屬是以系譜跟血緣為主 他基本的論述就是政治跟親屬雖然是不同的面向 可是在當地社會是某種程度的結合在一起 就是涉及所有的資源分配土地的使用 或衝突的處理這一些政治面向 都必須要放回親屬面向中加以理解 這裡OK嗎 其實這一套社會結構原則 如果我們到時候把它再抽象出來 也可以分析很多不同的社會現象 甚至我們當代的社會 就是結構功能論powerful的地方 它雖然是做一個具體的民族制 可是它是希望建立起一套比較普遍性的分析方式 可以去分析各個不同的區域 雖然每個區域的那一個結構的內容會不一樣 譬如說我們當代可能不是透過親屬來建立我們之間的關係 我們可能透過經濟或是透過其他的原則 可是它認為有一套這種結構性的思考 是可以很普遍的運用到更廣泛的人群或社會的分析 到這裡OK嗎 我剛剛有談說其實人類學很重視區域研究 為什麼呢 其實這一個民族制 它其實是大部分的非洲社會都可以 就是可以運用來解釋大部分的非洲社會 所以Evan Spreecher這一個作者 他後來有編了一本書 就是在談非洲的政治系統 他們區分非洲有幾種不同的政治系統 一個是中央集權 一個是無國家的 那在無國家的裡頭 包括對群跟以分支四系群為基礎的體系 就是以分支四系群為基礎的體系 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這一套 就是以親屬關係 就是我們講的分支結構 它是以親屬關係為基礎 可是親屬跟政治在某一個層面 是可以相互整合一起運作的 他們說這種以分支為基礎的政治體系 是非洲大部分的社會 都在運作了一套社會結構 就是我剛剛一直強調說 其實透過一個民主制人類學 可能要談的是一套 要談的是一個區域的特色 中央集權應該大家也非常熟悉 就是除了我們講的分支結構之外 有中央集權 中央集權就是大家應該最熟識的 就是竹魯竹 現在南非的國王是竹魯竹 他基本上這一套 竹魯竹的一套國家的形態 他們國王是建立在一個象徵性的權利 就是國王會透過各種儀式的舉行 他透過跟神靈建立關係 他本身擁有一種象徵性的我們講繁衍力 他有一種透過 國王作為一個力量的具體化的代表 他會透過各種儀式的舉行 不斷的在生產或是確保各種繁衍力的進行 而且這個繁衍力是可以確保他所有的族人 豐衣族食五穀豐收 所以國王必須要透過這種繁衍力 不斷的維持跟分配 才能夠建立他的權利 就是非洲我們在談 他即使是中央集權 他也跟當代國家很不一樣 他反而一個國王他要透過很多的象徵性的力量 來保障他所有族人的豐衣族食 就是大家可以安居樂業 在這個情況之下 國王的權利才得以繼續的繁衍 所以他也不是一個絕對的支配性的力量 他其實是不斷很重視那個分享 跟再分配跟交換的過程 就是我要談說即使有中央集權的社會 他也不全然是一種支配性的強制的權利 其實他是建立在一種象徵性 跟再分配的一個基礎 在無國家的社會有一個叫對群不詢門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不詢門是人類學做田野的時候稱呼他們 後來當年當然有他們的制稱 因為不詢門就自意而言 有些人會認為有一點點的歧視 因為好像就住在叢林裡頭的人 當年有他們自己的稱呼 可是就是人類學在做田野的時候 稱呼他們為不詢門 不詢門的田野也是人類學中 非常精彩的一個田野就是當時人類學在對話的是 因為人類學是一直在跟當地的 當時代的環境在做對話 然後在做不詢門的田野的時候 人類學在對話的是什麼呢 是一套西方理性的概念 就當時西方人就是很早期他們到了當地 然後看到當地人西方人的刻板印象 以為所謂的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是 是匱乏的 是貧困的 要花很多時間在工作 然後要無時無刻的工作才能夠維持穩飽 這個是那個時候早期西方人對於 所謂第三世界的一些很刻板化的印象 那人類學那個時候的研究就是在跟這樣的 刻板化的印象在做對話 人類學對話的方式是 不詢門他們其實攜帶的東西非常少 所以西方人認為說他們是貧困的 然後要花很多的時間來從事生產 所以他們的東西非常 就是他們隨時 因為他們其實基本上是由牧為主 可是他們攜帶的東西很少 那人類學者的觀點是什麼你們猜 因為他們不予匱乏 所以他們根本不需要像我們當代資本主義一樣 我們當代因為內在很空虛 我們必須要不斷的accumulate很多的東西 然後我們要透過東西來證明我是富有的 可是當地人不需要 因為他不予匱乏 他只要想要吃的時候他就可以找得到 而且他們一個禮拜只要花三天的時間 從事生產活動 他們其他的時間都在拜訪朋友 還有從事儀式的活動 所以我們還蠻羨慕的 就是當時的人類學家其實要 就是在跟西方的刻板化的 對當地人的很多偏見做對話 然後補學人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 就是我們要告訴西方人 當地人並不是因為匱乏 而是因為他根本不予匱乏 所以他不用累積太多的東西 他們可以花很多時間去拜訪朋友 去從事儀式的活動 還有一個當時西方人的一個刻板印象 其實他們當時有一些 因為他們要不斷的移動 所以有一些老人家可能沒辦法跟著移動 他們當時西方人看到說他們會把老人家留在當地 然後那個年輕人就會移動到別的地方 可是老人家就留在當地 所以西方人一直以為說他們是沒有辦法照顧老人家 可是反而人類學家看到的是 因為老人家他的年紀大了 他的身體 就是他要不斷的移動 其實對老人家而言那個身體是一種負荷 所以老人家會選擇一個他最適合 可能他覺得最適合的地方 就度過他的餘生 可能他的聖地 他可以跟神靈溝通 可以去走向來世的一個地方 因為在他們其實在大部分的原住民社會裡頭 其實生命的死亡從來就不是一個終結 他只是另外一個再生的開始 所以他們面對死亡反而沒有西方人那麼害怕 他們不像我們現在用各式各樣的衛生工具 在維持生命 可是可能那個生活品質就非常的糟糕 那他們反而寧願選擇一個他可以很安心的 離開的地方 可能就開啟了他下一段里程的開始 這就是不許你們在人類學裡頭 也是一個很早期 就是人類學在跟當時的西方社會做對話的一個例子 那這裡就是讓你們知道說其實 你們到現在會對社會結構有一點興趣嗎 還是不懂對不對 我們下一堂課就要談 他所談的社會結構是什麼 其實他所談社會結構其實還滿 不是太難 可是他就這樣一步一步讓你充滿著困惑 然後想要進一步探索下去 所以我們等一下下一章就開始進入社會結構 然後其實因為他要談的是一套複系的結構 所以我接下來其實是要大家去思考 如果漢人社會是複系 到底是什麼樣 就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在運作的 這等一下我們再一起討論 你可以稍微先想一下 然後第三堂課討論的時候 可能你就可以進一步提出來 好 就休息一下 那我們剛剛其實大概就是帶大家 就是一步一步的唸著熱血的民族 只要讓你們看到說熱血的民族 是要抬著全貌過來 他要從各個面向來了解這一個社會 而且這一本書的寫作最有趣的地方是 他從生態 從牛 時間 空間 政治 然後才切入到他要談的 就是由氏系群跟氏族所建立起來的一套社會結構 就是他的主軸 好 那其實所謂他的架構其實沒有那麼難 只是他前面就是鋪陳了很久 他其實要談的一套社會結構是 基本上是建立在親屬關係 可是這個親屬關係又跟政治 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相互結合 所以可以成為一個在社會上真正運作的單位 就他的邏輯是這樣 所以我們來看他怎麼樣去談親屬 他基本上要談的親屬是一套氏系群結構 好 所以他要談什麼叫氏系群 他先介紹什麼叫氏族 就是他裡頭最重要的親屬概念就是 氏族跟氏系群 那其實對於漢人而言這個觀念沒有太難 對於西方人而言他們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去想像 可是這好像就是我們文化中的一部分 雖然我們有可以等一下討論更多的可能性 好 所以他所界定的氏族 奴爾氏族是最大的父系親屬群體 他們把祭祀關係 descent 所源於一個共同的祖先 氏族之間禁止通婚 氏族內部禁止通婚 性關係也被認為是亂倫的 這是他的界定 其實就是簡單地說 就是共同祖先的後代 共同祖先的後代子孫所形成的群體 那他這裡所談的奴爾人重要的是父系氏族 所謂父系氏族是從男性的祖先 透過男性的年代所形成的群體 這個是他談的奴爾最重要的一個氏族組織 氏族觀念 然後接下來氏族下面又有氏系群 他說氏族是一個高度分支的系譜結構 就是segment 我們基本上就是談一套分支結構 叫segmentary structure 氏族在系譜上有很多的分支 他的每個分支稱為四系群叫做lineage 四系群跟四足不一樣的地方是 四系群成員之間的關係 可以確切地以系譜的形式表述出來 就一個氏族下面有很多氏系群 每一個氏系群都是他們內部的血緣關係 系譜關係非常的清楚 就是氏系群成員之間的血緣關係 系譜關係是清楚的 氏族成員之間他們有共同的祖先 可是他們之間的那一個氏族成員之間的 血緣關係系譜關係不見得那麼的清楚 好這是他接下來談的一套結構 這就是一套分支結構 A是一個氏族 他下面有很多的氏系群 有最小的氏系群 比較大的氏系群 應該說他下面會有一個他的 就是有一個最大的氏系群 主要的氏系群 較小的氏系群 最小的氏系群 最小的氏系群 所以這裡就會看到一個最大的 然後較小的 然後最小的氏系群這樣下來 就是一個氏族是由很多氏系群所組成的 然後每個氏系群之間 構成一種分裂又整合的關係 這個叫做分支結構 所以譬如說L跟M 譬如說L就是我的祖父父親 跟我父親的小孩所組成的一個氏 一個氏系群 就是一個氏系群最少就是三代 然後M就是我的祖父的兄弟 跟他的小孩所組成的一個氏系群 然後在H就是我的祖父就是真祖父 真祖父的一個子孫所組成的氏系群 然後他的分支的特色就是L跟M 在某個層面上面是分裂的 就是可能在一些財產的分配資源的競爭 可是在一個更高的層次又被組合起來 其實這個架構不難 就是分裂又整合的關係 甚至這個關係我們可以用來分析 各式各樣的經濟的結構 政治的結構 就是結構功能論的特色就是這樣 他建立了一套結構 這一套結構可以應用到很多不同層面的分析 可是覺得無聊對不對 好 這個是結構功能論所建構起來的 就是有一個最大 就是這是一個氏族 然後一個氏族下面又分了很多最大的 主要的較小的最小的氏系群 有趣的地方是 這個都是人類學家畫出來的 其實他是一套人類學家畫出來非常客觀的結構 可是當地人的畫法是什麼呢 當地人對於他們氏系群跟氏系群之間的畫法 其實是跟人類學家不一樣 他並不是像人類學家所畫出來一套分析結構 他反而比較像是這裡所看到的 其實每個氏系群之間 他們按照他們關係的親疏遠近而畫出來的一個 以這個氏系群為主所畫出來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幾個氏系群之間 他們不見得在血緣上面是比較接近的 他們反而是透過親疏遠近所畫出來的一套氏系群關係 那這個民族誌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他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剛談他談的民謠 談的時間空間 然後到了當代我們當我們重新重視時間空間 或物質文化這些議題的時候 我們會重新解讀他的民族誌 那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是因為他對於當地非常具性迷迷的記錄 包括有很多沒有辦法放入他架構中的現象 他也都紀錄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會重新緊迫這一套民族 就是從當地人的觀點 他們根本就沒有人類學家腦袋裡頭 那一套很抽象的分支結構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按照互動過程 而不是按照血緣關係所畫出來的親疏遠近的關係 就是氏系群之間的關係 不完全是按照血緣關係所畫出來的 這是一個當地人的圖 然後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是 其實當地人稱呼氏系群的名稱 就是用當地的語彙來講是如照的意義 或者是通向澎屋的入口 所以第二個其實沒有辦法完全放入那一套分支結構裡頭的一個地方是 當地人對於氏系群的名稱並不完全是透過血緣來界定 他們稱呼一個氏系群是一個濡造 濡造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居住在一起吃同樣的食物 我們可以成為氏系群 所以當地人的旅會其實強調的是同居共食的重要性 就是氏系群也被稱為通向同屋的入口 就是你有一個共同的入口居住在一起的人是氏系群 所以對於當地人也其實氏系群不完全是透過血緣關係所界定的 從他們自己的語彙 他可以是居住在一起吃同樣的食物的人所建構出來的 所以這一個群體其實他所具有的彈性 會比完全按照血緣關係所界定出來的更具有彈性 他可以透過各種社會互動的過程 重新去創造這一個成員的身份 這裡就是人類學民族字有趣的地方 其實有很多資料不見得是可以放入EP的架構 可是他都記錄了 所以到了當代我們又可以有很多重新不同的 就是有不同的重點跟解讀 不過我們還是回到EP的架構 就他社會結構當然還是有他的重要性 我們等一下一步一步來看 就他社會結構後來的人就後來要加入很多不同的面向 好 這一個圖應該還滿簡單的 好 然後接下來他要談的是 其實他不只是氏族成員或氏系群成員之間 不只是血緣的關係 其實他們有宇宙觀跟神明的關係 所以每一個氏族或氏系群都有名字 有他儀式的象徵 然後在儀式典禮中 他們會有一個象徵性的一個名稱 有一個長矛的名稱 然後他們其實透過這一些圖騰 還有各種的名稱 成員之間維繫的一種跟神明之間神秘的聯繫 就成員他不只是血緣的關係 他還有一套儀式的關係 或者是跟神明之間的關係 那圖騰我下個禮拜會再談 因為下個禮拜我會談一個人觀的議題 就是圖騰其實牽涉到的是 就是氏族作為一個圖騰 他牽涉到的是一套宇宙觀 一套當地人對於這個世界的認識 就是他其實成員之間是有某種神秘的連結 這我下禮拜再談 所以他這裡讓我們看到了血緣 看到了儀式 接下來他要談的一個面向是政治 他說他這裡要談的親屬 其實他是非常的見 就是他要談的一套社會結構 要談的是親屬跟政治相互結合 所構成的社會組織 叫做世系群組織 或者是我們講的地域化的世系群 Localized lineage 這個是他研究的焦點 他不是只是要談政治 不是只是要談親屬 他要談的是親屬跟政治結合起來 成為一個可以就是擁有權力 然後處理各種衝突的一個組織 就是他可以是一個分配資源 處理各種衝突的組織 這個是他研究的焦點 所以他要先明清 其實親屬跟政治是不同的面向 可是又有某種程度的疊合 疊合的地方 他說政治群體跟世系群 並不完全是等同 可是他們又有某種對應性 而且常常有同樣的名字 就一個部落通常以他最早來的世系群 最大的世系群作為這個部落的名稱 你知道我們在講部落的時候 已經牽涉到擁有土地 分配資源 然後各種通俗的處理 他已經是有政治的面向 然後一個部落通常就是 以這一個地方最大的世系群來做命名 所以他已經某種程度跟親屬的關係 親屬的結構相互疊合 那這個就是他不斷的重新在講的 他說氏族具有分支的特性 部落結構也具有分支的特性 然後世系群其實基本上是相對的 政治也是 這是我們剛剛談的 其實兩者之間 世系群跟世系群的關係 要看他是跟誰做比較 譬如說我們剛剛談的L跟M 他們在某種程度是衝突的 在一個更高的層次又被整合起來 所以他說這個結構群體之間的關係 是這種相對的關係 可是他要強調的是 氏族的結構形式不變 就裡頭的分支會因為 就是成員的增加或減少 分支會不斷的改變 可是他認為那一套分支結構是不會變的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argument 我們可以等一下來討論 真的結構形式是不變的嗎 還是人類學最基本要問的是 真的有這麼一套分支結構嗎 其實結構功能論某種程度是抽象的 因為他其實就是希望建立一個大的結構 可以分析很多的現象 可是他因為過於抽象也會有他的問題 我就是把他的一些對於分支結構的討論 就是大概講述一下 然後他說其實他要談的 他說氏系群本身就是親屬本身 並不是法人或地域化的社群 就是親屬本身他並 他其實就是一個觀念上的寫明關係 所建立起來的一套結構 他本身並不是一個分配資源的單位 也不是一個地域化的單位 可是氏系群這一個親屬的面向 通常會跟地域結合在一起 居住在同一個地域的氏系群成員 被視為一個居住團體 其實這就是我們不斷在強調 他要談的是一個地域化的氏系群 就是政治跟親屬結合在一起的 一個localized lineage 所以他其實不斷的在區分說 其實這個localized lineage 他有親屬的面向有政治的面向 譬如說親屬的面向就是涉及外婚規則 疑似活動 或者是一些兇殺責任的歸屬 這個是親屬的面向 可是一般在日常生活中 各種資源的分配 各種衝突的處理 都是在村落的面向運作 這就是政治的面向 到這裡OK嗎 我其實是讓你們稍微有一些不同的 就是一些邏輯的思考 然後我們接下來才會重新去 去檢討這套結構 或者是去談他的可能性 這裡我就不想再念下去一個 你們大概可以掌握嗎 他的整個論述就是 政治就是以地域為基礎 親屬是以系譜為基礎 他們基本上是不同的系統 可是在某種程度是一致的 就是這一個政治 就是親屬的原則牽涉的是 父系親屬群體之間的疑似關係 政治的原則牽涉的是不同村落 部落分支 就是跟地域相關的資源 分配權力關係的這一個面向 可是他說在當地 其實因為每一個村落 會以他最大的四系群命名 所以他基本上是以這個 最大的四系群的結構原則在預作的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人類學非常經典的 一個結構功能論的討論 結構功能論他基本上認為 社會是一個理性的系統 也就是社會結構 就是他剛剛所畫出來的 這一套分支結構 他就是一套抽象的 不管人怎麼變 這一套結構就是不會變 他認為所謂的社會 就是一套理性的結構 然後結構的穩定有賴於 各個部分之間的整合 就是每一個部分都發揮了 某種功能來維持結構的問題 結構功能論基本上認為政治 經濟 親屬 宗教 是整合成為一個系統 然後每一個面向都發揮某一種功能 維繫這個社會結構的儲蓄 那他的問題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他忽略的變遷 就是在當時是一個殖民的脈絡 然後當時人類學家要告訴殖民政府 社會資訊如何可能 甚至其實人類學家真的某種程度 扮演中介的角色 避免殖民政府用非常武斷強力的方式 就是在干涉當地的社會 所以在這樣的脈絡之下 因為我們關心社會結構 我們會特別強調某一些穩定的面向 可是社會絕對是非常複雜的 你們一定會想 那女性的角色到底在哪裡 其實在除了社會 除了父系四系群之外 他們其實有家戶 家戶是以女性作為中心的 然後甚至我剛剛有一個還沒有介紹 他們有一種叫Kindry的就是親類 親類是以個人為中心去結合各種 父系跟母系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社會結構的一個脈絡之下 他忽略了譬如說家戶 就是家戶可能是以女性為中心 所扮演的一些重要性 或者是母方親屬的重要性 因為在當時的脈絡 其實他就是要強調一套社會秩序 他強調這個穩定的面向 可是他所忽略的 譬如說母方親屬的重要性 家戶的重要性 其實我們在姓平那個禮拜都會在台 因為有很多很多非洲的民族制 都繼續在跟他對話 沒有完全推翻他 可是會加入各種不同的面向 然後會讓我們看到一個結構 是具有動態性跟各種可能性 他不是一套好像超穩定結構 這超穩定結構會讓人家有點 有點悲觀吧 人到底有什麼樣改變的可能性 那反而因為你加入了很多不同的面向 然後裡頭就會看到 人怎麼樣去操弄或重新詮釋 各種不同的結構原則 譬如說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南非研究 就是人類學也是另外一個大師 叫Kamenhof 他們夫妻在南非做研究 就是不是木耳 他們做的是區域社會的研究 他們要強調的就是其實當地社會 父系跟母系同樣重要 然後父系跟母系背後代表不同的價值 每一個人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會因為他當時的情境 去強調他跟父方或跟母方的連帶 所以中間其實人是有一些 操弄社會關係的可能性 或強調各種不同價值的可能性 就是那個母系親屬的重要性 其實後來的民族智慧再談 然後甚至家戶的重要性 我們性別的 就是親屬的第三個禮拜要談性別 就是要從家戶開始談起 家戶很重要 為什麼不重要呢 就在這個架構下 以為說會有一個公領域 像什麼父系啊 這個公領域是重要 可是或許對一般的日常生活而言 家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到時候 性別的時候我們會開始翻轉一下 這一個公領域施領域 或者是過於強調這個父系顏則 可能造成的問題 就是我要談他的問題 基本上是因為他有他殖民的邁路 他有他特別要強調的面向 所以當時的女兒人是被殖民者 聚集在某個地方 其實也讓他們那個流動的可能 其實沒有被看到 就是這個社會裡頭 其實他們那麼強調個人的價值 那很強要個人的能力 其實他有更多個人發展的空間 那這一個流動性的面向 其實在當時的民主制 也沒有被強調 所以最重要是他忽略了 那個殖民的過程 讓我們看到的社會面向 有一些限制 還有他忽略的變遷可能性 因為他強調了某一個原則 反而忽略了各種不同的原則 還有人在這個過程中 有可能對結構原則有重新的詮釋 重新不同的強調 其實人是有可能造成一些結構的變遷 這個是在這個民主制裡頭看不到的 因為他過敏強調某個客觀的結構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他裡頭對於 親屬政治宗教經濟的劃分 還是西方人所強調的 以為說親屬是跟血緣有關 政治是跟資源的分配有關 然後宗教跟超自然有關 可是在很多的民族制裡頭 我們反而會看到這一些特質相互界定的地方 就我下禮拜會談的 希望我有時間談到一個不同的民族制 反而要談的是他們的父系觀念 是透過一套超自然性感來界定的 然後有很多的疑似過程在實踐這一套 就是在成長過程中不斷被重新界定的人觀 那當年的觀點都不用說 就是其實有很多當年如何認知關係 包括我剛剛所看到 其實當年的畫法跟 當年的畫法跟那個人類學者的畫法 是不大一樣的 就是我讓你們大概看到結構功能論 其實他還是經典 是因為他其實建構了某一些 社會可以被分析的架構 然後後來的學者不斷地加強調各種不同的面積 然後可以看到社會變動的可能性 可以看到各種多重的結構 或者是當地人主觀的想法是什麼 那也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下 雖然他不斷地會被反思 可是好像也還沒有完全被超越 好到這裡結構功能論OK嗎 其實我花很多時間這樣一步一步講 你們也可以想像一下 因為結構功能論的大師就是 Ricke Brown 瑞德克里夫 Brown 他基本上認為結構功能論的特色 就是從很具體的特殊性的社會開始分析 然後一步一步抽象 要找出人類社會的 所有人類社會的運作的 就是社會的一套結構的原則或運作的方式 所以他這裡看到的社會結構是以清楚為主 可是如果按照他的想法一步一步抽象 其實這一套結構可以放在了解政治關係 政治關係或者是經濟的資源分配 可是我要不斷強調的是 他當然有很多的不足 因為結構絕對不是只有這一套 包括這一個例子裡頭 他一定還有就是母方親屬的重要性 然後一定還有家的重要性 甚至我剛剛談在家裡頭同居共識 重新去建立親屬關係的可能性 這個是我們下禮拜要談同居共識 我下禮拜要談另外一個民族制 可是強調的是同居共識 就是我大概讓你們看到說 其實結構功能論到現在完全被挑 沒有完全被挑戰 是因為沒有完全被推翻 是因為他還是有他某種解釋的力量 然後人類學的做法是加入很多不同的面向 來讓這一套結構更具有動態性 然後讓人的可能性可以被看到 然後讓社會變遷的可能性是可能的 到這裡OK嗎 接下來有趣的地方是這一套結構其實在1958 答錯 1958、1966年有一個美國人類學家 Friedman他把他用在中國東南的漢林研究 然後他就完全把這個結構套進去了 然後因為中國東南基本上是單性村 就是很符合他的架構 就一個村落以一個最大的四系群的名稱 作為這個村落的名稱 雖然可能有其他小的四系群 然後雖然這個就四系群而言 他的成語有可能到其他 有可能居住在其他的村落 可是Friedman他談中國東南的一個運作 一個社會結構就是在談 Localized Lineage 地域化的四系群 所構成的一個社會的主題 然後他就把整個架構用得非常好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和人研究 不容易完全超越的地方 當然後來有所謂的華南學派 就是在中國以中山大學為主 就是做福建跟廣東 甚至做到香港的一些研究 他們基本上還是在跟Friedman做對話 他們認為Friedman所看到的Localized Lineage 其實要放回歷史的脈絡 就是在中國的東南 或者他們講的華南 其實有一些特殊的背景 強化了所謂的Localized Lineage 譬如說在年輕時代 因為國家要開始徵用地方的支援 所以地方必須要開始強調他們 那個四族組織的一個穩定性 就是四族的觀念其實在漢民的時候 一直都有 可是他一直都是一套象徵的觀念 或者是他可能是一個更具有彈性 而不是一個非常組織化的一個社會單位 可是到了明清時代 因為國家要開始徵用地方的支援 然後地方會把中族或四族這個組織加以組織化 然後強調就是像諾爾所談的 他結合了親屬跟正正經濟的面向 強調一個地域化的世系群 透過親屬跟政治的結合成為一個 有就是可以分配資源甚至是有能動性 可以跟國家去協商甚至對抗的一個單位 所以華南學派認為Localized Lineage 要放回中國特殊的脈絡 就是當時跟地方社會跟國家之間的關係 一方面又要跟國家協商 一方面又要保持那個地方的主體性 所以這個時候所謂的地域化的世系群成為 就在那樣的脈絡之下開始被強調 這是華南學派的一個方式 一個研究的角度 甚至他們認為某一些地域化的世系群 會跟所謂的經濟發展 或者是當時的國際貿易有關 其實他們強調的是 我們看到的地域化的世系群 一定要放回歷史的脈絡 這個到目前OK嗎 那我來講比較有趣的 可能跟我們比較有關的 你們覺得漢人的複系觀念 或者是我們講台灣漢人的複系觀念 真的是這樣一套地域化的世系群嗎 是嗎 就是擁有土地的 然後可以分配資源的 你們可以想一下 或者是在第三堂課我們可以再看 可是我要講說 漢人作為一個移民的社會 其實我們的四族的觀念 或者是中族的觀念 其實是更具有 它不見得真的就在一個地方 形成一個擁有土地的單位 可能還是要放回台灣各地的一個發展脈絡 可是為什麼我們一直認為我們是複系 其實那個象徵觀念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這裡要談複系跟複權還是不一樣 就是複系我這裡還是要談一套觀念 或者是舉直 那複權我們到那個性別的時候再談 因為複權牽涉到是對於那個性別的 各種各元對立的想像 那可是複系在台灣社會 你們可以想或許每個地方不一樣 他是不是真的是擁有土地的一個組織 然後是不是真的 複系群之間變成一個分支結構 構成一個這個村落的社會結構 你們都可以重新回到你們自己的家鄉 重新去問一下 這個我留給你們 可是為什麼我們都一直都認為我們是複系社會 複系是觀念上面 然後這個觀念是怎麼樣建立起來的 血濃於水嗎 可是血濃於水 女生也跟爸爸有同樣的血 為什麼他不算是複系的成員 然後血我們下禮拜的民族是直接要談說 其實有些民族對於血是什麼 然後透過血連所建立的關係也不是先天的 那還有什麼讓我們認為我們是複系 我自己看到的是一套祖先崇拜 當然人類學裡頭有一些不一樣 有一些人認為這跟複系的觀念是跟財產繼承有關 然後我自己看到可能一直都還在我們周遭運作的是 他其實跟一套祖先崇拜有關 就是祖先死了之後 他過去認為只有男性的子孫可以繼世 但這個是可以被挑戰的 那當代為什麼女生不能繼世 我大概基本的邏輯就是你們 我們先爬梳 這個完全每個人都可以分享 就是我們先爬梳 我們認為我們是複系 甚至我們受到複系的壓迫 然後這個複系是在哪個面向 他不完全是組織的面向 他好像比較是象徵的面向 然後這個象徵的面向 他是建立在什麼 就是我看到就是一套祖先崇拜的觀念 就是祖先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我們的人觀裡頭 認為人死了之後還會繼續的 在某一個世界他需要子孫的繼世 然後他才能夠吃得飽然後睡得好 其實這個背後是一套漢人的 一套靈魂的觀念 或者是祖先崇拜的觀念 就是我們認為人死了之後 還繼續在另外一個世界 過著跟人一樣的生活 他需要吃東西 他需要睡覺 我們有要挑戰這個觀念 可是我們要知道說 其實如果我們是被這一套觀念所限制的話 那我們可以去想其他的可能 包括現在我們在坦說人死了之後 有各種不同的安置的方式 佛教有不同的安置的方式 基督教有不同的安置的方式 那其實如果真的是擔心 萬一過世之後沒有子孫祭拜的話 也有各種不同的方式來祭拜 或者是甚至為什麼女性不能祭拜 我只是要讓你們思考說 當我們覺得我們被複習限制的時候 這個限制我們的最基本的觀念在哪裡 然後我們有什麼樣鬆動的可能性 那或許我覺得這裡就是要跟你們去分享 或許你們的經驗每個人都有很獨特的經驗嗎 你們可以分享 你們覺得複習對你們而言的那個意義 那個限制你們的地方 還有改變的可能性到底是什麼 就是基本上我認為 就是我看到的漢人 台灣漢人的複習 當然我想跟中國東南很不一樣 因為確實有很不一樣的歷史脈絡 可是台灣漢人的複習 確實是有一套祖先崇拜 然後這個祖先崇拜背後 其實是一套我們的靈魂觀 那這裡頭有沒有一些可能性 是大家可以去討論的 還有沒有其他可以分享 那我其實要談說象徵的觀念 就是透過象徵來界定複習 也不是我自己想出來 其實人類學有很多的相關研究 譬如說陳玲林老師 他是研究那個中國的 他研究很多中國的那一些 古代時候對於氣脈的強調 他們認為那個時候所謂的宗族氏族 其實是一種對氣的強調 就是在古代的時候 他不完全是血緣的關係 然後黃英貴老師他做的是布農的田業 我下禮拜希望有機會談 他其實是透過一套祖先 就是透過精靈信仰來界定父性 他是透過宗教來界定親屬 然後那一套精靈信仰會牽涉到人的觀念 就是每個人身上會有一套子 會有一個寒一度的精靈 然後動物也有植物也有 然後人是不斷在跟這些寒一度精靈 不斷的溝通對話的過程 這個就象徵研究的面向 然後實踐的面向更有趣 其實實踐的研究 我其實一開始有談到說 其實人類學一開始會從每一個區域發展出 一些社會文化的獨特性 可是這個區域之間的對話 反而讓我們看到其實文化本身就是有這麼多的面向 所以實踐研究其實就是 對於複系這個概念的實踐的強調 其實是從辛吉尼亞發展出來 可是這一套強調實踐的過程 後來再拿來看非洲的民族誌 發掘非洲民族誌也有這個面向 這個我簡單的談辛吉尼亞研究 怎麼樣強調複系是透過實踐的過程所界定的 他們有辛吉尼亞有非常大規模的儀式交換 儀式交換我們到經濟的第一個禮拜會再談 他們重要的是在這個儀式交換過程中 誰去參與 然後誰可以為這個氏族帶來最大的利益 他會被界定為氏族的成員 或者是他會去界定那個 透過這個儀式交換界定領導者的身分 所以他們的實踐過程 包括強調參與大規模儀式性交換 就是透過社會活動 你一定要參與社會活動 才可能成為這個氏族的成員 還有一個很有趣 吃同一塊土地的食物 即使是不同血緣的人 他們到了這個地方 他們只要吃了同一塊土地的食物 這個食物就代表祖先的庇佑 所以當我吃了同樣的食物 有同樣祖先的庇佑 我們就成為親屬 所以這個其實你知道在大洋洲非常的重要 你要想像大洋洲是一個流動性很高的社會 所以在這些流動的過程中 我的社會活動的參與 我吃的東西 我跟人的互動 其實都影響我的身分的認同 影響我們之間的關係 那身體物質的交換 這個稍微有點難 我希望到性別的時候再談 其實他基本上是在談說 其實父系跟母系都不是本質性的觀念 他是透過婚姻的過程 就是從開始 逸婚、訂婚、結婚、小孩子出生 然後小孩子出生之後的一連串的交換 禮物交換 清潔淨亞是非常強調禮物交換的一個區域 他們說其實透過這一連串的禮物交換 慢慢的父系跟母系才被介入 因為這個小孩子他在雙方 在父親這邊、母親這邊去交換他的身體的特質 他才開始屬於這個父系的成員 這有點複雜 你們只要大概知道說 其實重要的是 人類學要強調的是 其實這個實踐過程界定父系的重要性 那你們再想想看 在我們的社會中你可以看到 OK嗎 我反而想說這個實踐的觀念 你們有沒有可能帶到我們自己的父系的觀念來做分析 你們是可以稍微想一下 我這裡要告訴你們的是 其實諾爾民族是發展出一套社會結構的分析 然後人類學後來沒有完全去挑戰 反而會加入象徵的觀念 加入實踐的觀念 加入歷史的脈絡 甚至我們會找到的是 一個社會中除了父系的原則 還有母系的原則 然後還有個人如何去操弄結構原則 還有家的重要性 很多不同的面向 然後來看社會文化的動態性 這個等一下有我們第三堂的時候 可以進一步再討論 到目前OK嗎 其實在我這裡談的星級內亞 你主日強調的是透過各種社會活動跟參與的過程 可是其實整個星級內亞更 我這裡是用很簡單的方式 整個星級內亞人的認同 其實是一個非常多重跟流動的 就是包括 因為你要想的是整個大洋中 因為在移動的過程 包括我父母親的所有的經驗 然後包括我在移動的過程中 我吃的東西 我跟動物跟環境的互動 我跟人的互動 其實都在影響著我個人的組成 然後我個人的組成 我到底是跟誰屬於同一類 其實它中間會有一些比較多重跟彈性的界定方式 其實我要強調說 人本身是非常一致性的 就是我們從我們的活動過程 其實我們會跟各種不同的人群建立關係 然後這一個關係裡頭 有一套父性的關係 可能在某個脈絡中特別強調 譬如說在儀式性交換的時候 因為要以父性的成員身分組去 幫這個父性的這一群人爭取利益 就是交換是一個有趣的竿 就是我是代表一個氏族去做交換 然後我所交換的所得 不是代表我個人是要給這個氏族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在整個大洋洲的研究裡頭 我們透過各種的父母親的經驗 我個人跟環境的互動 或者是我所有的社會活動的參與 其實我身上有很多很多抑制性的成分 我的社會關係其實是非常多重的 我不是只有父系的關係 不是只有母系的關係 不是只有家的關係 我還有更多透過各種交換所建立的關係 可是這個關係裡頭有一個父系的脈絡 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被強調 其實我整個要談說 其實父系沒有那麼多類的 可是在漢人社會裡頭 確實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概念 因為我們都覺得 我們可以等一下再討論 你們真的覺得那個概念如何影響著你們 其實應該說在東南亞的 而不是在那個大洋洲的情況 他們確實有某一些概念 可是這個概念比較接近Descent 他比較不是接近Petrolinia Descent基本上就是有一個共同祖先的 子孫所構成的後代 可是這一個Descent 我剛剛不斷要強調 在整個大洋洲的過程 他其實是非常多益的 包括我們共同的祖先 真的是血緣上的祖先嗎? 有可能是居住在這個地方的人 所構成的一個群體 就是在大洋洲的 我覺得要放在每個不同的脈絡 在大洋洲脈絡 回到當地人的羽惠 我剛剛講的那個澎屋的入口 跟同居共識那個概念 就是回到當地人的羽惠 他或許跟我們現在所想像的 就是同一個血緣上面的祖先 按照血緣關係所建立的這個親屬連結 其實是不大一樣的 所以就是回到你 其實我們要問 是不是真的有個這個概念的基本的問題 是這個概念其實是跟我們的概念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以為是透過血緣關係來界定 可是或許當地人不完全是 雖然在墨爾民族誌裡頭 還是用一套西方的血緣概念在談 可是我剛剛很強調的是 可是從當地人的羽惠來說 四季群士如照或通往同屋的入口 所以對於當地人而言 或許真的不是像我們所想的那個共同的祖先 是透過血緣上的祖先 就你基本問題是是不是有這個概念 然後我回到的是或許他們的概念跟 就是我們習以為常的那一個血緣上的 世系群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這個反而是我們要談的 那我其實還是覺得其實民族誌有趣的地方 是可以不斷重新的去看我們自己 那我們等一下下一堂課 因為我們只要放30分鐘的片子 應該可以留20分鐘讓同學可以稍微再 就是再反思一下這些概念 其實我的PVT的下一個民族誌 我也覺得應該不可能講到 可是我原來的課程設計是講完非洲之後 講南亞 我的PVT的第二個民族誌 是一個緬甸高地的一個民族誌 然後這個緬甸高地 他們不是要強調共同祖先的後代 他們要強調的是聯姻的關係 所以我本來是想要透過對照來看說 其實每個社會的那個結構原則 是非常不一樣的 然後那個緬甸高地 其實我本來有幾個重點 不過那個民族誌 我應該會在宗教第三個禮拜再談 因為宗教第三個禮拜我要談結構主義 結構功能論跟結構主義很不一樣 結構功能論基本上講的結構是 群體跟群體的關係或人跟人的關係 譬如說我們講的 世系群跟世系群的關係 或者是那個長輩 就是老人跟小孩的關係 或者是性別的關係 這是社會結構所談的結構 可是我們宗教第三個禮拜要談的結構主義 要談的是人類生成的無意識的一套普通結構 然後我其實這一個PPT的第二個 他是把結構主義應用到所謂的民族誌的研究 非常成功的一個例子 所以我應該宗教第三個禮拜會再談那個Kachin 就是我今天本來放在PPT後面的是一個 緬甸高麗的Kachin社會 然後這個社會有趣的地方是 他裡頭有很多不同的語言群 然後他們有不同的服飾不同的祭典 可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界定他們作為Kachin的族群 就牽涉到族群的界定 他可能不是透過語言 不是透過服飾 不是透過儀式 那我其實要談的是 他們是透過一個更深層的一套思考方式 或者是一套婚姻交換的方式所界定出來的 就是他們這一些不同語言族群人 不同語言不同服飾人 他們有一套共同的一套婚姻交換的原則 有一點難 所以我想說我到宗教的第三個禮拜再談 因為我宗教第三個禮拜會談所謂的 我們潛意識的那一套思維原則 然後再看說Kachin的民族誌是怎麼樣 用這一套原則來討論當地的一個族群界定 不過有趣的地方是 其實Kachin的例子其實是 讓我們看到社會結構從來不是固定不變的 因為在Kachin他們的社會是從 是從那個貴族到平民之間不斷擺盪的過程 所以會讓我們看到 其實社會結構是非常具有動態性的 我大概先講到這 因為我覺得再講下去會有一點難 就是其實Kachin我想談的一個是結構的動態性 就是貴族跟強調貴族跟強調個人能力 這兩個社會之間是可以不斷擺盪的 然後一個要談的是 其實當地人可以透過一套更深的一套 譬如說婚姻交換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觀念來界定他們是共同一個族群 即使他們可能很多的服飾、技衣 各種表現上面好像都不一樣 這個是Kachin我想談的 那Kachin還有一些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當地Kachin跟另外一個上人他們之間的各種交換互動 其實在過去殖民之前非常的重要 他們有各種的固執的交換 因為透過各種固執的交換 其實可以讓高地跟低地的人可以維持 就是生活相安無事而且都維持很 就是起碼是還算富饒的生活 可是當後來殖民介入 英國殖民介入 因為切斷了那個族群之間的聯繫 所以讓每個高地跟低地的人就開始面對生活的困境 然後後來就變成當地為了要解決很多的經濟的問題 那個地方是所謂的金山角就種植鴉片種植因素的地方 那我其實是要談說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問題 其實是一個就像我剛剛一開始所談 很多的殖民脈絡很武斷的畫了一些族群的邊界所造成的 就是我那一個民族制其實還是 本來是想要跟今天的民族制做對話 就是一個要談結構的動態系 就是貴族跟強調個人主義的這樣的一個結構 這兩種結構不斷動態擺盪的過程 然後第二個要談的是族群到底是什麼 然後第三個要談的是 當地原有地區之間的各種交換互動的網絡 因為殖民政府到來 就是殖民政府為了控制的需要 他斷絕了很多族群之間的交換互動 所以讓各個族群他們本來可以互通有無 然後當經濟面臨困難的時候 他們要怎麼樣解決經濟的困難 甚至後來因為殖民政府 其實英國也在當地鼓勵種植因素 因為有經濟的利益 然後開始有很多的殖民者的利益的考量 所以造成當地現在的很多的 其實就是當地其實 如果講到金三角應該就會吸引你們的作意 那為什麼他後來會成為一個 種植因素主要的地方 甚至其實當地也是 那個地方也是當在動亂非常多的地方 就是各種殖民跟國家 不斷操弄那個族群之間的關係 去獲得他們的利益 可是原來這些族群 他們本來就認為他們就是一個共同的族群 雖然中間的服飾什麼都不一樣 就是我第二個PET 就是PET的下一個民族誌 我沒有時間講 可是我又讓你們知道說 其實我的視野還是在跟這個民族誌做對話 反正一定還有時間在講 至少家族群的韓友 都會有一個月 真的還是應該把記憶寫 那時候我看了 過不少幾個 以初的義人 我和他一定是以前 就是今還不懂得 有村口 我沒有看到 對